傅云深是个情商只有三岁的大男孩 在面对美女的求助 她丝毫不带妥协的 甚至还总是跟人家作对 直到经历了长时间的相处 真正发现了女孩的美好 这才低下了傲娇的头颅 愿意全心全意地伺候人家 每天都在渴望着能够得到女孩爱的回报 谁曾想 还没等完全抓住女孩的心 她的人生就有情敌出现了 继医生与朱旧的学长 当年也算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有多少小女孩都为其着迷不已 就连朱旧也不例外 在意识到自己很荣幸跟学长有了合作机会之后 别提她有多开心了 再加上那一脸崇拜的模样 生怕别人不知道她看到学长之后的雀跃 而这一幕 全都被傅云深看在了眼里 之前一直觉得 傅云深是一个年龄只有三岁的钢铁直男 因为他从来都没把朱旧当成女孩子看 即便是同坐一辆车 在朱旧困到不能自已 想要寻求一个依靠的时候 傅云深没有主动送上自己的肩膀也就罢了 还把无意间靠过来的朱旧推开 如果推不开 就强行抓住人家女孩子的丸子头 恨不得远远拉开 那眼神里透露出来的嫌弃是藏不住的 知道傅云深是个有洁癖的人 但朱旧可不是什么脏东西 何必要搞得如此不体面呢 按理说不喜欢朱旧的他 应该不会在意朱旧的任何举动 凭什么人家在看到喜欢的男孩子之后 他就控制不住地酸成了柠檬精呢 这前后双标的模样 别提有多可爱了 不过正因如此 观众才能看到傅云深身为中国男人 满满的占有欲 一向傲娇惯了的傅云深 从来都不觉得别的男人比自己好多少 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学长 在意识到 此人有可能是朱旧喜欢的类型之后 不是劝说朱旧赶紧回去 别在这里拖累人 就是假装大方的模样 跟学长握手 好浅浅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在察觉到朱旧毫无眼色之时 竟然赌气说自己要回上海了 本以为在朱旧心里 起码有他半点地位 谁曾想傅云深都已经走远了 还不见朱旧出来挽回自己 做男人的 要那面子有什么用 为了不让事态发展得越来越恶劣 也生怕别人抢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索性就留了下来 反正自己来恩国也不是来完的 只不过在情敌面前 显得查理查气的傅云深 看上去怎么这么好笑 看来为了朱旧的傅云深 要怒砸自己的直男招牌了 他早就该摆脱三岁小孩的性子了 总不能一味地以为 这天底下所有的女人 都会围绕着他一个人转吧 再说了 朱就是个独立自主的女性 如果不好好把握的话 还不知道会便宜哪个男生呢 好不容易出趟国 遇到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子 傅云深能不好好把握吗 但愿她的恋爱之旅会越来越顺利吧